韩国瑜曾穷到剩17万 近班生存款4559万 监察院14号最新一期的联政专刊 公布高庄市长韩国瑜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 吉兴北市前市长朱里伦的财产申报资料 韩国瑜财产曝光 这也是他上证后首度揭露财产状况 韩国瑜夫妇存款4559万多元 在云林有无比土地两笔建物 有加证券1404万元 还有两台车18笔保险 负债1287万多元 但1997年韩国瑜还在当立委时 存款降到剩17万 如今存款暴增到4559万 也从无地无房进街道拥有多笔不动产 理财实力不容小觑 赖清德13号在民进党总统初选 被总统蔡英文击败 财力也输蔡英文 赖清德夫妇存款为2358万多元 以上次申报多了11万左右 还有位于台南的一笔土地 一笔建物 一台投幼塔汽车 赖清德从政21年 过去历次申报资料 存款都未超过1000万 即使再加上其他财产 身价也仅在3000万上下 蔡英文最近一次的申报资料 存款约5406万 持有四笔土地 两笔建物 13年前担任副格魁石 更拥有高达1亿118万存款 现在存款几乎腰斩 朱立伦夫妇存款约3242万元 比去年多了496万 有价证券3614万多元 还有12笔土地 三笔建物 五只总价90万的手表 身价约7000多万 目前所有可能的总统参选人中 财力最雄厚的肯定是台湾首富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根据今年3月 富比市公布的全球富豪排行榜 郭台铭全球排名第257名 身价约1953亿台币 2017年他的身价更高达3090亿台币 跟之前相比郭台铭的财产 已大幅缩水 自重新台报道 怎么现在才看到苹果台 苹果台全新上线 6月18日参考看看 5.18週末 Swag Sag